这知识谁受得了 女人直接给老王摊了牌 小手铐 雷尸鞭 老王今晚要成仙 我猜你脸上的坏笑 一定是表情包的第三个 为了不丢人 老王直接磕下了大力丸 可正准备战斗时却出事了 要笑猛到给老王干晕 诶 死鬼 快起来呀 但老王一点反应也没有 还挺直地滚下了床 本以为是恶作剧 但定睛一看 地上已经出现了一滩血迹 老王死了 可手铐还把他绑在床上难以挣脱 再看看周围的环境 那更是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死鬼 死了还要把老娘拉下水 恐惧渗透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女人挣扎到了晚上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声响 本以为是人 但没想到走进来的是一只野狗 他看着地上的血液若有所失 女人瞬间明白 他这是来觅食了 他弹腿想把野狗赶走 但没想到狗都不理他 只顾着舔尸血液 咬老王的胳膊 女人拿起床上的书本朝他砸去 但野狗完全不怕 咬下一块肉坐在那吃了起来 诡异的场景已经让女人陷入绝望 然而就在这时 他看到老王从地上爬了起来 言语中仿佛还在骂他是个小可爱 但眼神撇向地面 老王还在地上躺着 女人已经被吓出了幻觉 他把手说成一团想挣脱 意外的是还真的就出来了 女人想离开 但回头看还是幻觉 哎哟 还是个梦作梦呢 这时的他终于清醒 于是他看向旁边的手机 女人伸出五米的长腿想去拿 但笑死根本就够不着 看到这我就忍不住了 这纯女人不会用语音助手吗 还请你们用语音助手帮他报个警 就这样过了好久 他咳得嗓子都快冒烟了 这个女人两只手被靠在床上 他举起手用力抬高木板 然后让水杯滑到另一侧 一番努力后他终于拿到了水杯 但手靠太短 水在面前根本喝不到 无奈之下女人只好放了回去 跟老王玩个花样快要把自己害死 女人长子都要毁清了 我猜你脸上诧异的表情 一定是表情包的第三个 而这时他突然想起床上还有个吊牌 于是他把吊牌卷起做成吸管 女人终于喝到了水 经过长久的劳累 他筋疲力尽的睡了过去 到了晚上他被一阵狗叫吵醒 接着面前出现了一个怪异的男人 他慢慢走向女人 然后打开身上带着的盒子 这是他的收藏品 满满都是别人的骨头和手势 荒山眼里在碰上这么个事 女人直接被吓晕了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那只危险的野狗还在门口 老王已经被他吃得差不多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由于手臂长期悬空 女人的手臂几乎已经麻木 他拼命运动加速血液循环 脑泪过后女人又睡着了 野狗在他的脚 刚刚疏险的女人快被吓疯了 他想跑 但被老王靠在床上动弹不得 眼前的野狗很想把他吃掉 怎么办 女人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只见他把壁纸打破 然后把玻璃扎子插进床板 疼 专心的疼射入每一根神经 但凭着血液的润滑 女人成功挣脱手铐 果然 女人狠起来就没男人啥事 还请大家为他的勇气 点个强烈推荐 他拿起手机想报警 可手机已经没电 好在他现在已经自由 女人简单的爆炸后准备离开 他想去拿车钥匙 但由于长期没有吃东西 走了几步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死野狗在撕咬他的身体 他打走野狗杀腿就跑 而这时那个怪异的男人又来了 小宝贝 把你最珍贵的东西给我吧 女人想了想交出了结婚的钻戒 然后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开车就跑 但女司机毕竟是女司机 一步留意车就撞了数 巨大的声响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女人终于得救 看完我不禁想问 你还敢玩手扣游戏吗